一所大学有一所大学的气质 一所大学有一所大学的精神 南京大学校长吕建 携南京大学校友徐新 南京大学教授碧飞语 共同讲述南京大学的故事 国事之强由于人 人才之诚出于学 大学作为人才培养最重要的阵地 他所承载和担负的职能 没有机构能和他相比 百家讲坛聚焦大学 特别推出系列节目 我们的大学 南京大学 它历经了百年的历史沧桑 南京大学的校园里 曾出现过一大批 中国重量级的专家 学者 教授 他们作为南京大学记忆的一部分 已经走入了历史 铸就了南京大学的辉煌 今天 南京大学校长吕建 携南京大学校友徐新 南京大学教授毕飞语 共同讲述南京大学的故事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来做客百家讲坛 作为一名南大人 我在南京大学已经整整学习 工作了四十年 我深深地爱上了这所著名的学府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呢 下面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南京大学的小故事 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呢 叫做动物西迁 这是一个关于南京大学一位普通员工的故事 那是在1937年的冬天 国难当头 南京即将陷落在清华日军的铁蹄之下 当时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决定全部西迁 什么是西迁呢 也就是要从南京一路向西 把整个中央大学搬到临时的陪都重庆 当所有人都在匆忙打包准备的时候 一个难题出现了 农学院的牧场中 有一千多只用于做科研实验的珍贵动物 包括从美国引进的加州牛 河南牛和火鸡 从澳洲引进的两种马 从英国引进的腰下猪等等 那么如何来处理这些动物呢 当时的校长罗嘉伦 给牧场管理员王尤廷的指示是 或吃或卖就是不要落入日军之手 但面对国难加仇 为今后科研工作的需要 王尤廷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 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决定 那就是把剩下的一千多只动物 全部带到三千里外的重庆 就这样 王尤廷组织了一支奇特的动物远征队 这个队伍的阵型是 牛马开刀 猪羊变后 那鸡鸭等小动物呢 都被拖在了这些大动物的背上 龙学院的员工也几乎是全部出动 有的在前面开路 有的在两盘护卫 有的殿后 王尤廷自己呢 就像是这支队伍的总司令 身背双筒列强 手推自行车 统筹着整个队伍的进程 这支队伍靠着一张中央大协的证件 披荆斩棘三千里 几乎是从南京徒步走到了重庆 观众朋友们能够想到 他们到达重庆后的场景吗 罗嘉伦校长后来在回忆中说到 当他在重庆街头 邂逅这支队伍 看到赶流的王尤廷先生 和几位技工虚法蓬松 好像树武塞外归来一般 心中一面喜悦 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 不禁热泪夺矿而出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因为它成功地诠释了 什么叫责任 在抗日战争 这样一个中华民族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 王尤廷等人 临危不乱 深魔远虑 坚韧不拔 展现了一群普通南大人 对自己所担负责任的 诚心敬意 这是南大人谱写的 未卑未敢忘忧国的动人篇章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是一个知识分子 在国家召唤的时候 挺身而出 驻顿护国的故事 那是1960年初夏的一天 在南京大学著名的北大楼 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 时任校长郭颖秋用电话 把物理系的副教授 陈开甲请过来 对他说 北京有重要的工作 借你去做 马上就走 陈开甲是何许人也 观众们也许会奇怪 他是著名物理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大名鼎鼎的波恩的弟子 三十岁不到 就在世界顶尖的自然杂志 剑桥哲学杂志上 发表学术论文 并得到过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 李约瑟的大力推荐 共和国成立以后 他婉拒了导师的挽留 放弃了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 优厚的待遇和研究条件 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2年 陈开甲开始在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当时的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 他和居里夫人的学生 同样也是海外归来的学者 诗诗员教授一起 领选组建了金属物理教研室 大家可以想象 两位世界级物理大师的弟子的 强强联合 要取得辉煌的研究成果 那就是指日可待 但当陈开甲得知 戒掉北京是中央的决定 关系重大 二话没说 立刻赶赴北京 从此 青年学者陈开甲 突然就从南京大学的 谢耀云里消失了 他是到北京的核武器研究所 负责研制年轻的共和国 急需的核武器 核盾牌 这次调动 是由邓小平亲自批准的 从1961年起 由于研制核武器的需要 陈开甲又来到了罗布坡 开始了与世隔绝的 二十年的人生 当时厂区出建 条件十分的艰苦 他们不仅吃不饱 隔壁滩上的水 也异常珍贵 早上的洗脸水 要留着下班洗手 晚上洗脚 但有时候缺水 连着几千都没法洗脸 大家知道 从事核武器研究 不仅意味着要隐性埋名 有时还会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在第二次地下核实验成功后 陈开甲和他的同事决定 要亲自进入车室间 去实地的探查 核爆后的实验场辐射是极其危险的 但陈开甲说 不入虎靴 焉得虎子 他们穿上黄腹壶 戴上手套和安全帽 进入坑道 装进了刚刚开挖的 直径只有八十厘米的管道 匍匐爬行了几十米 来到坑道末端的长平坊 也就是暴星 取得了我国地下核实验 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 罗布泊爆发的真正惊雷 铸牢了国防盾牌 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 这个故事完美地诠释了使命的含义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赤子之心 使命就是一种召唤 一种信仰 就是一个人可以忘记自我的激情和奋斗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 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 发生在1978年 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这是一个关于一篇 让思想冲破牢笼的雄文 是如何在炎热下野被写旧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改革开放的发起 是和一篇著名的文章有关 这篇文章就叫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是我要问 这样一篇对中国改革开放意义深远的文章的出稿 是由谁 在哪里 以及怎么写出来的 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 那是1977年的夏天 正是火炉南京最炎热的时候 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普通教师 四十岁出头的胡福明 正在构思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 当时他的妻子患病住院 每天晚上他得到医院去陪伴 为了能够及时高质量地完成这篇文章 胡福明就把各种参考资料带到了医院 冒着高温酷暑 就着病区走栏上的灯光查阅资料 蹲着身子在椅子上朝理文章的提杆 实在困了 他就把几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儿 醒了再看 再写 再改 五天后 妻子出院了 这篇改编历史的文章提纲也就写成了 我多次见过胡福明先生 他是一位特别谦和的一个人 他曾说过 其实文章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手串 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 只是由我一个人在特殊的时间节点 把他写了出来 这就是丹当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只有勇于当当的品质 才会让人跨越思考的界限 扶去历史的凡尘 做出非凡的成就 对于今天的每个中国人而言 当当就是勇于当当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宝贵品质 这三位普通南大人的故事 印证了一个朴素的哲理 那就是 嚼得菜根香 做得大事成 这三个故事 他对后来的南大人 也提出了一个人人都需要回答的命题 那就是 面对新时代 新机遇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新作为 2014年5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 刘金 史坦佛 麻省理工 但会有第一个北大 清华 泽大 福旦 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 进入新时代 面对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出的新挑战 面对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 我们的大学应该如何加快双一流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早日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南大 我们的青年学子又应该如何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是我们这代人要回答的问题 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让我们携起手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们的新征程中 共同创造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精彩人生 共同创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 南京大学的校园里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同学们都叫它北大楼 著名诗人也是南京大学的校友于光中先生 曾经用长春藤攀满了北大楼 是藤呢 还是浪子的离仇 是对北大楼筹谋的思念 整整纠缠了五十年 这是南大校友对母校的情感 走出南大校园的学子们 已经是各个行业的精英人士 他们眷念难大 感激难大 南京大学八四级校友徐欣女士 是国内著名的风险投资人 她曾主导了对京东 网易等公司的投资 永和豆浆 中华英才王等 是她让这些成为人们熟悉的名字 她用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让一些小企业跻深到国内著名大企业的行列 徐欣认为这是她的母校南京大学给她的力量 请继续收看百茶讲坛特别节目 我们的大学 大家好 我们的人生是由一系列重大的选择组成的 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第一次重大选择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 我小时候是个非常调皮的孩子 经常逃课 老是来家访 我就会被我爸打一顿 成绩也很一般 那时候我读的那个厂办的学校 每年高考升学率都是零的 但是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 当时面临了三个选择 一个去读技校 还有一个就是考中专 再有就是拼一把考重点高中 当时和我一起长大的三个小姐妹 毕业后都选择去读了技校 当时我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鞋 我就坚持要考重点高中 但我爸爸很支持我 他就给我找来家教 给我开小招补课 就这样我成绩很快就上来了 出乎意料的 我考上了重点高中 叫南开中学 后来又考上了南京大学 其实每一个人 醒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是比较晚的 所以你呢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潜力 任何时候你只要觉醒了 你都可以迎头赶上 也可能你就是那个瓷开着玫瑰 上大学 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当时跟我一起长大的三个小姐妹 他们其实很聪明 很能干 只是他们都选择去读了技校 后来当了工人 没有上大学 我觉得人生的分水岭 就是从读大学开始的 八十年代 在南大念书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 什么东西都要去抢 那个阅览室门一开 我就冲进去了 抢到那本我小看的书 只要我出去吃饭 这本书就被别人拿去看了 所以我就会在南大书店里 图书馆里泡一整天 晚饭 午饭我都不吃了 一口气把那本书看完 南大还有一个永不惜根的教室 我们叫拼命三郎楼 每逢大考复习 我们就早早地去那抢位子 我记得那个大冬天 穿着个军大衣 剁着个脚蛋的看书 那时候幸福的生活 就是下了碗之气 吃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 我的第二次重大选择 是在中国银行 南大毕业以后 我就被分退到了中国银行 做一个柜台的营业员 干的事情就是三部曲 登记复印盖帐 很简单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气垒 我照样每天特别勤奋的工作 能出彩的地方 我全部都出彩了 银行知识大奖上 我打了个第一 我还当了个三八红旗手 两千名员工 就三个三八红旗手 我就当上了 我还当了个团支部书记 就这样干了三年 我能得到的荣誉 我好像都得到了 可是我却没有进步 在这种状态 我很不满意 那时候我记得 我每天骑自行车去上班 要经过一个右安门的立交桥 那个桥修了很长时间 我就在心里暗暗地发誓 在这个桥修好之前 我的生活一定要有变化 可能是因为这种上进心 和出色的表现 机会真的来找我了 当时的中国政府 跟英国政府要联合培养 帮着中国培养 英国的注册会计师 中国银行就有争取到 一个去考试的名额 我稀里糊涂就考了个名列前茅 直接就被送到香港的 普华会计师事务所 一培训就是三年 第三年我考上了 英国注册会计师 这是我人生 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 我在想 如果在前三年 不是我每天这么认真 上进的工作 你觉得中国银行 会给我考试的机会吗 我的第三次重大的选择 是从投资中华银财网 到创立今日资本 那时候我投了中华银财网 当上了董事长 本来我跟我老公 两个人都是银行家 日子过得很潇洒 可是自从创业以后 我们每个周末都在工作 两个人经常相对无言 他在担心他的公司 我在担心我的公司 最大的担心就是 钱烧光了发不出工资 心里的压力非常大 就当你把家里的存款 用去给几百个员工 发工资的时候 你心里是有点慌的 你知道吗 创业者最大的压力就是 所有的问题 到你这都要有答案 其实你不知道答案在哪里 你还要硬着头皮 跟员工讲 面包会有的 牛奶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 创业者 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他们也是我最尊敬的人 因为对他们而言 失败是必然的 成功才是偶然的 他们一定是有远见的人 他们能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东西 他们能够承受 别人承受不了的压力 他们是强大的人 我现在就是每天都和这样的创业者打交道 所以我非常开心 每天我都踏着五步去上班 我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进步 我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我的passion 那就是投资 从我的成长经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心得 第一呢 你要找到你热爱的事情 你要有passion 人的一生很漫长 如果你每天早上爬起来 都没有什么期待 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那你一定不会过得开心 那你要怎么办呢 就要去寻找你的passion 有同学说 哎呀我并不知道我热爱什么呀 那你就要努力寻找 你的灵感从哪里来呢 我告诉你大量的阅读 特别是人物传记 很管用 我在想 我每天都是怎么学习进步的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跟优秀的人深度聊天 你会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我也不认识什么优秀的人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读伟人的传记 就是跟他聊天 你会觉得 哇这些伟人 小时候也不咋地嘛 他做的事情 我也可以做到 你会觉得他离你很近 你会深受鼓舞 充满斗志 只要你每天都在阅读 每天都在学习进步 我相信有一天 量变到字变 你就会心中一亮 找到那种感觉 那就是你真正热爱的事情 你一定要坚持做到那一天 第二 你就要聚焦 要积累一万个小时 你知道吗 人的智商差别不是很大 超人的智慧和成就 其实来自于一个字叫 专注 每一个成功的人 在他的行业里都干了很多年 积累了一万个小时 那么一万个小时 是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你每天坚持做一件事 每天四个小时 一周五天 坚持十年下来 就是一万个小时 我呢 每天工作 十三到十四个小时 我做了二十二年 我已经积累了三万个小时 如果说我投资 有点小小成就的话 那是因为我积累了三万个小时 我想我还可以干到八十岁 可以再来三万个小时 比尔盖茨跟巴菲特是好朋友 有一次比尔盖茨的父亲 让他们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 他们成功的理由 打开两张纸 两个人写的是同一个字 这个字叫Focus 就是专注 第三 你最好能找到人生的榜样 叫Role Model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它让你看清前方的路 它让你不再害怕孤独 它让你心无旁骛 不懈地奋斗 它让你每天都有不断的进步 还记得我在南大读书的时候 有个特别酷的黑人老师 是个女老师 他叫Donald 他主教我们黑人文学 当他第一天踏进我们的教室 他就走到黑板前 写了几句话 那是我以前从来没听过的话 至今都让我很震撼 今天我想把这些话送给你们 You are unique You are a marvel In the past 500 years There has been no person like you And in the next 500 years There will be no person like you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是生命的奇迹 在过去的500年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 在未来的500年 也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 大学是大师汇聚的地方 大学之道在于育人 育人之道在于大师 一所好的大学 总因大师让人肃然起敬 总因大师让人心持神亡 王伯航 吴小时 程千帆等 南京大学这些大师级的人物 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人 现为南京大学教授 知名作家毕飞宇 念念不忘这些大师们的故事 请继续收看百叉讲坛特别节目 我们的大学 大家好 我是2012年来到南京大学的 还是南京大学的一个新人 然而我对南京大学的向往和尊敬 却由来已久 南京大学是说不完的 今天我只给大家讲一讲 南京大学的水 南京大学的石 和南京大学的藩 南京大学有一个标志性的教授 他就是王伯航 航这个字 我们现在已经不怎么用了 尤其是名字里面用的更少 它就是水面扩大的意思 其实就是水 我们都知道抗战之后 南京大学有一个西迁 就从南京迁到重庆去 非常不幸 就在西迁的时候 王伯航中风了 行为非常不便 他只能和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 留守在南京 那个时候的南京生活非常苦 王伯航的一家是怎么生活的呢 两周游不可得 这话怎么讲 就是一天两顿稀饭都喝不上 那么王伯航又是靠什么来生活的呢 买书 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那可是王伯航的书 都是一些非常珍贵的古籍 可是买书卖出麻烦出来了 终于有一天 有一个人来到了王伯航的家里头 说你家里面书我全要 王伯航一听非常警觉 这个兵荒马乱的 大家都在过穷日子呢 谁的手上有那么多的闲钱呢 一问 果不其然 是日本人惦记上了王伯航的书 王伯航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就此关上了他的大门 他的家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出不去 时间久了 邻居们觉得奇怪了 这个人家怎么回事呢 敲开门一看 吓死了 一家三口气息奄奄 躺在那呢 在那干什么 等死 1940年 日本人为了粉饰太平 就开始建立一个大学 他们找到了王伯航 日本人也不傻的 他们非常清楚 这个大学里面 有王伯航和没有王伯航 是不一样的 他们到了王伯航的家里头 百般诱惑 王伯航一声不吭 到最后 日本人急了 拔出了刀来 就在王伯航的面前晃悠 非常遗憾 日本人忘记了一件事情 他们忘记了 他们面对的是谁 他们忘记了 他们面对的是什么 王伯航用他平静的身躯 平静的态度 告诉日本人 一件事 水是不怕刀的 你想用抽刀断水 这个办法 来面对王伯航 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这就是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 这就是南京大学的人 我想说 那些貌似柔络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身上 其实有一种另类的力量 这个力量 就是平静 在这个平静里面 有它的风骨 有它的节气 有它的尊严 扩大的水面 背对的是大地 面对的是苍天 天地有大美 而不言 刚才我给大家说了 南大的水 现在我来给大家讲南大的石 这个石就是胡小石 1946年 那一年蒋介石60岁 整个国民党都在忙活 要为蒋介石做60岁的授臣 各色人等都在忙活 那个时候南京有一个机构 所谓的民意机构 他们派人找到了胡小石 他们要请胡小石 为蒋介石写一篇授文 我要说 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 胡小石是谁啊 是当年最有盛名的一个大学者 胡小石还有一个特点 诗词书画无一不经 东西写得漂亮极了 胡小石还有一个特点 他是当年的一个大书法家 字写得非常好 你们想想 如果由胡小石来写一篇授文的话 名头非常响 文章非常好 字非常好 你说社会影响有多大 他们找到了胡小石 胡小石说 不写 为什么呀 不会 来的人就着急了 说不对呀 胡先生啊 前些日子美国将军史迪威去世了 你不是写了一篇纪文吗 胡小石说 我只会给死人写纪文 不会给活人写授文 我再说一遍 我只会给死人写纪文 不会给活人写授文 这句话在我们南京大学非常著名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想说 这两句话里头充分体现出来的那个东西 就叫南大精神 那就是坚守本位 坚守清白 不畏权贵 不贪钱财 在我的心中啊 这两句话是封碑 构成这个封碑的 是一块伟岸的 骄傲的 坚硬的石头 这个石头 有一个特殊的地质学名 它叫胡小石 知道南京大学的人 大概都知道 陈千帆和匡雅民的故事 这个故事一点都不复杂 就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 那个时候的陈千帆呢 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一个老人 可是南京大学的校长 邝雅民 知道了陈千帆的价值之后 以他巨大的勇气 和打破框架的能力 一趟又一趟 最终终于把陈千帆教授 请到了我们南京大学 由此 陈千帆 这面巨大的风帆 不仅将自己的学术 推向了更远的远望 同时还满载着 一大批的陈门弟子 他们乘风破浪 在南京大学行走了二十年 是陈千帆 把南京大学古代文学这个学科 推向了学界公认的顶级学科 每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想起两句诗 孤帆远影 避空静 违见长江 天际流 必须承认 再高 再大的帆 都有它的一个前提 那就是风 没有风 再大再高的帆 都有可能沦落为一块面积庞大的布 所谓风帆 意味着风不离帆 帆不离风 风帆不离 彼此才能成就 此时此刻 我想说 如果你是翻 南京大学 就是最好的风 它马力强劲 却也和煦温暖 在我看来 对人才 南京大学有一种 不顾一切的冲动 这个是南京大学 最为感人的 一个文化符号 根据南京大学 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 吴兴雷教授回忆 说邝雅明这个校长 有一个特点 他喜欢把它写成的 尚未出版的书 送给人家看 有一次 他就把书稿 送给了陈千帆先生 陈千帆拿到这个书稿的时候 在走廊里面 他在走廊里面 就看了起来 一边看 一边改 一边改 一边批 最后 写下了十分严厉的 批评意见 邝雅明 拿到这个批评意见的时候 对吴兴雷说 这个陈先生啊 也太厉害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非常难答 非常难答 是南京大学的性格 也是南京大学的情节 邝雅明 庞雅明 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陈千帆 也做了 他该做的事情 我想说 有所为 有所不为 这就是我要说的 南京大学 然而此时 我却要给大家一个 升级版的说法 真正的南京大学 是这样的 有所不为 有所为 谢谢大家